大家好,现在都已经入冬了,那么很多花油就比较关心一个问题,就是冬季我们到底能不能给南花施肥呢? 其实我们首先要知道,南花它在气温低于5度以下的时候了,那么它就会进入一个生长缓慢甚至是停滞的状态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给南花施肥的话呢,不仅会造成浪费,而且还会产生肥害 所以在气温低于5度的冬季呢,是不建议大家给南花施肥的 但是呢,这个说法也不是绝对的,因为特别是一些北方啊,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大家都是把南花把它移入室内来养护,而北方的室内因为有暖气,温度大概都是在20多度 那么这种温度的话呢,是特别适合南花生长 南花在这个温度下会生长特别的快,所以这个时候呢,大家还是要注意给南花补肥的 给南花补什么肥呢?如果你的南花这个时候是正在育育花蕾长花间 那么大家用肥的话,主要就是以明甲杯为主,来促进它这个花蕾的生长 促进它花苞的开放,如果你南花这个时候不是花期 那么我们用肥的话呢,大家直接用这种南科专院有金氧液就可以了 加上这个有金氧液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大家要注意,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,直接采用一个灌根的方式就可以了 那灌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保证环境的通风透气 这样可以让这个多余的水分能够尽快的蒸发出去 对南花的生长会更为有利 如果是花期,大家用零双青甲的话呢,可以采用喷叶或者灌根的方式都可以 如果是在南方,气温低于5度以下,大家就千万不要施肥了 所以呢,冬季给南花到底要不要施肥其实也不是绝对的 大家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温度来决定 好了,今天就分享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